根據當局資料顯示 防洪牆高度大約1.5米 由樂茂堂海港樓至馬國航海學校 全長2.13公里 屬於防洪臨時短期措施 海事局透露 近日已收到有關研究單位提供架設計方案 我們現在正在向公務部門和民政部門諮詢意見 因為實施方面由公務部門去建設 這個20年一預防洪牆 我們期望這個設計方案 是滿足到公務部門和民政部門的要求 在5月份之後就可以開標去建設 如果用潮高的話 我們應該擋到4.8米高的海潮 政府將會增建2至3個高位水池 延長突發事故發生的時候 架工水時間 牧水文說 其中一個水池初步計劃在小潭山興建 已經獲得相關部門同意 將會開展可行性研究 而第二角水池初步計劃在小潭山興建 第一角水池初步計劃在小潭山興建 水池初步計劃在小潭山興建